大家好,我們是來自民生國中的DMC 說好話話好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常在生活周遭常會有人罵髒話 而他們可能並不知道其中的意思 他們不管是開心、生氣、難過都會罵髒話 彷彿這已經是一種語助詞 然後大家也經驗習慣這一點 像我們在學校的時候啊 幾乎每個人都會罵髒話 然後每次一罵髒話 有些老師就會阻止 像有些老師的方法可能是要去漱口 或是要敲一些說我不罵髒話 然後我們就想說 萬一同學們可以把這個說髒話習慣改過來 那不但不用被老師罵 也可以減少傷害到別人的話 然後我們想像 我們想像要怎麼改變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一開始設計了早晨小卡 就是請 就是在 校門口發給同學 然後提醒他們要多說好話 然後少說髒話 然後 也給他們一個早上的驚喜 還有老師和家長的邀請卡 因為其實很多老師跟家長 其實在家裡都會講髒話 然後會影響到小孩 所以我們希望也能改變 老師和家長說話的習慣 然後 就是我們想像還有實踐的部分 一開始在推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有先跟校長和主任 就是討論過 他們說如果要成功推廣這個活動 我們要先縮小範圍 所以呢我們就先把我們範圍說到八年級 我們就先跟八年級的同學報告 這是報告時候的照片 然後我們想讓那些同學了解到 就是知道DFC這個活動 然後也可以了解到 我們推這個活動的目的 然後 那時候主任也有說 我們在做這個活動的時候 可能會就是受到一些同學的排擠 因為他們可能會想說 說髒話本來就是我們現在的語言啊 為什麼要去改變它 所以呢 我們就先尋找支持我們的人 這些是他們的簽名 然後 找到支持我們的人 就可以 就是 當有一些同學在排擠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受太大的傷害 然後 這個是 我們用國樂團廢棄的紙箱 然後去堆成一顆好話宣言樹 我們 我們會發給同學 好 好話記錄單 就請他們記錄下 他們 在那一天 說好話 然後讚美別人 或是說髒話的 狀況 我們會 把這個貼在這個上面 就黑色這些 然後 這個是 我們在那個走廊上面 走廊旁邊 的一面牆 我們用 小紙盒 做成一個好話宣言 這樣 同學經過的時候 看到這個好話宣言 就可以提醒他們 就是盡量說好話 然後 戒掉髒話的習慣 這個是我們利用中午和放學的時間 先去訪問老師 就是 訪問他們對我們這個活動的看法 還有 訪問他們對說髒話的想法 然後 我們會打成主字稿貼在上面 然後讓同學知道老師的想法 然後也希望他們能改掉這個習慣 然後 在做這些實踐的過程中 其實 並沒有顯像中的這麼順利 在跟 主任報告的時候 其實主任有提出很多 我們都沒有想過的問題 我們就發現 嗯 這些過程好像 並不是這麼 這麼輕鬆就可以完成的 然後 在跟八年級報告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PPT和影片是放不出來的 那時候我們都很緊張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是 最後只好 最近變得 就不用PPT直接講 然後 在訪問老師們的時候 因為 有一個老師就說 他說 我們應該要做一個時間表 排出哪個老師可以 哪個老師不行的時間 這樣他才願意接受我們的訪問 所以最後就 沒有辦法問到那個老師的意見 然後在排這個 好話宣言的字的時候 因為這面牆的上面都是灰塵 所以 黏上去的時候很快就會掉下來 所以就每一次只能 每一節下課都經過的時候 就再把它黏回去 然後再貼新的 新的雙面膠 可是有很多同學在經過的時候 都會幫我們把它黏上去 真的真的給我們 很大的感動 那我們在發給同學心得單情 他們填寫的時候 就是雖然有些同學 會不認真的寫 然後有些同學只是 因為老師說如果寫的話 可以抵小日記 然後所以 有些人只是想要應付老師 但有些同學也是很用心在寫 像是有一位同學寫說 一句好話三月溫 一句二言六月韓 就是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一句 壞話的話 會讓 會讓人 不開心很窘 但是你如果說一句好話 人家就可以 開心 人家就可以感到很開心 那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 說好話 話好說 yes we can 謝謝